这是我见过最惨的童物 不仅被男人当保龄球台 还意外被点人毛发 惨遭一脚踢进游泳池 我想点赞的朋友 都会多少同情他一点 就在几天前 小狗被拴在一棵树上 男主觉得他叫得气惨 好心帮他解皮绳子 小狗刚刚解放 就一头扎进别人的挡风玻璃上 这是他的女主人 正提着裤腰带从树林中走出 就发现自己宠物悲惨的一幕 男主自责不已 于是陪着女主人来到宠物医院 没意会就传来不友好的消息 医生告诉女孩 他的宠物狗没有保住 女孩很难过 下一秒医生却说开了个玩笑 宠物狗小命保住了 只不过头上撞了的包 以及前腿骨骨而已 这才让女孩放下心 但他不知情小狗是如何解开身子 还以为男主是好心送他过来 很快之后两人就开始约会 他们来到保龄球馆 女孩承诺只要男主保龄球群住 那么自己就做他女友 男人表示自己没玩过 希望女孩转头不要看他出丑的一幕 扔出球的那一刻 宠物狗惊呆了 这里是哪 我怎么从这出来了 女孩回头时 男人竟然权重了 男主趁女孩不注意 连忙将狗狗归还女孩 不得不说这女友来得太快 也是辛苦了狗狗的帮忙 两人正式成为男女关系后 就开始各种约会 很快男主就被带去见家长 见到老张人那一刻 双方压麻呆住了 原来男主是借口公司的老板 专门给浴室的人找各种借口 比如这个男孩 昨晚喝多了夜不归宿 与有生气打电话长麻烦 迷迷糊糊起来时 发现床上多了个不认识的人 于是找到借口公司 直接把他摇身一别 说他昨晚因为救狗不小心摔断筒 这不仅获得了女友的原谅 还得到了老丈人的省势 男主界内名声越来越大 不仅给人找借口 还额外提供免费背景 顾客给家人撒谎 说自己正在办公室上班 视频聊天结束后 直接就去了篮球场打击 男主公司业务覆盖面积广 还经常当狗仔队搞偷拍 专门给顾客找离婚理由 而他新交的女友父亲 也是他的顾客之一 曾经让他找借口 与女网红见面 岳父看见是男主 连忙把他拉到一旁 表示自己女儿是律师 最恨的就是欺骗 如果想要追求他女儿 必须为他提供免费服务 很快两人达成协议 女主为了和男主在一起 还特意出去与男主租房住 女主是个拳击爱好者 希望男主能练成拳王的回选题 但男主天赋不杂一 怎么练都学不会 这天他岳父找借口出去 谎称自己去了巴黎参加研讨会 实则是在和女网红见面 不料老丈人高兴拿红酒时 却意外撞见前来度假的妻子 老丈人随处就躲进一处房地 好巧不巧房间是妻子预定的 就在这时妻子想起来给老公打电话 却意外听见老公就躲在衣柜里 被逮了个正着后 老丈人只能舔着脸 说要给母女两惊喜 但是没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怎么办 这时男主打电话过来 意外看见岳父和女友在一起 男主笑容瞬间凝固 为了帮岳父摆脱困境 他只能亲自出手 可是他欺骗女友自己在坦桑尼亚出差 还答应给女友看斑马照 老丈人为了不被发现 连忙打电话给男主 男主知道情况后 火速就做出对应措施 首先先到老丈人家里 找到给妻子准备的领位 随后在马戏团偷斑马 想要给女友一个正名 可是斑马不配合 贴了同事两脚就跑 没的办法 男主找到一只白马 给他颇油漆弄成斑马的样子 却被女儿发现 还一路跟踪他爸爸 老丈人被女儿发现后想解释 这是男主派的手下赶到 谎称是老丈人要给妻子惊喜 女主知道后才放心离去 男主为了解决女网红 假装是经纪公司的 目的就是把女网红片置开 离开时半路汽车出故障 最后好在找到了好心人打车 不料这群人是马戏团的 他们的斑马被偷红 歹徒还给白马喷油漆 但是他们有录像 男主看着视频下载快完成时 想要开溜却被按住 女网红也劝说他留下观看 是那个红蛋 但男主告诉他是自己是 女网红感觉大事不妙 趁机借上厕所为由开溜 男主也想开溜 但还是被拦住了 当视频下载百分百时 偷马贼竟然就是男主 众人回过神时 男主消失了 而女网红预感事情不妙好 就偷了一辆旅游车 没想到连车主都偷走了 在车上男主还与车主 大战三百回合 一人一根荧光棒 打起来有点像星际大战 但女网红是第一次开车 旅游车很快就被开翻了 等男主醒来时 女友竟然就在自己身旁 女主简直不相信男主会在这里 对于欺骗林容忍的女主 她对男主很失望 还给男主安排绝育手术 好在男主够激烈 说太想见你了 所以连夜赶车来见你 可是半路出车祸造成了悲剧 女友很感动 瞬间取消绝育手术 男主也松了一口气 老丈人临走时 给他留下一句话 表示很感谢男主 给他和妻子制造的快乐事故 但男主对女主的谎 很快就被揭穿了 女网红根据男主遗落的地址 找到男主办公室 意外发现他是借口公司老板 趁着员工睡午觉 还把所有文件拷贝出去 接着在网上曝光 男主与顾客的交易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 男主公司倒闭 欠下很多债务 还面临了欺诈罪被管制 女主对他很失望 但与男主过去的时光 是那么的甜蜜 他也不忍心和男主分身 男主出来后 他遇见了一群债人 这一幕正好被女主看见 男主被带到一处仓库 债主们对他拳打脚踢 女主看见男主被打 在外面声嘶力竭 男主被打趴后 他回想起拳王的回旋踢 这次他成功了 只不过却踢在了女友脸上 这一刻他们重归于好 男主还对女友说 他已经把借口公司改成了 修复婚姻的奇迹公司 女主对男主的改变很新 就在两人相拥的时候 女主却发现 原来带走男主的债主 是挽救恋爱公司的老板 果然自古真情留不住 偏偏套路得人心呢 大二人就在一场 我可以前几乎 我为你真的不为了 我为你尽不出唤 我为你尽不出唤